我今天有个分享 介绍养生煲时一系列程序的措施 通常买养生煲时 我们送一支能量叉笔 如果养生煲时做一个测试 这支笔是轮到电器有没有电 但它的能量比较力粉度高 所以我用这个系列的叉笔 来测试能量和反应 有没有亮光 这支笔首先教大家如何使用 其实它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电筒 这个就不需要用 平时这支笔有开关键 黄色这支笔有关键 我们这样放进去 开了 它才有电到 如果关机的时候 就长按它 关键了 没有电到 没有反应 现在我们做一个测试 开了 开了之后 它有两个制式 一个就是轻度的灵敏度 另一个就是重度的灵敏度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拿这支笔 去做测试 现在这个红色 测试 当时人们在做养生煲 有没有反应 能量输送多少 现在我们做测试 好了 如果这样开一个红色 它是轻度的 这样放下去 它这个声响和灵敏度 都会比较慢一点 如果有时候能量强的时候 你会看它要快一点点 即是当射能量比较强了一点 那会快一点 但如果一般来说 它都是比较 响得比较慢 或者是 灯光比较慢一点 暗淡一点 斩一下斩一下 好了 如果反过来 我们再按一下 键 去这个 绿色那里 这是一个强 灵敏度高的送号 来的 相同地略动 你不见它斩 和声向化那些 它灵敏度高了 正确实 当时在做这个 而且有能量输送给它 如果在应用那里 究竟我们开 那个红色或者绿色好呢 我建议 开绿色的好一点 让它灵敏度高一点 它能量度到当事人的送号 做养心保 有没有能量输送给它 如果当事人 这么说 在做养肌 我一支笔放下去 现在又响了 如果放一支笔 它完全没有响 有两个原因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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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二 另一个原因 当时身体能力输送很慢 断路 即是 当时身体健康作范很差 第二 第二 原因少些 通常是机器 可能突然有些故障 而才不亮灯 但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支叉筆 里面的电芯就没有电 也可能就相互弱了 你可以用电芯来试一试 大致上就是应用这支笔狗的情形 好了 如果你去到绿色 你说不用了 要关掉这个锯 否则都在用电 长按去 这样就关掉了 好了 现在我就说 养生宝高电位操作系列 流程 首先 养生宝应用的时候 我们先记住一件事 我们一定要在养生宝下面 要放软剪 去跟机油 有什么用呢 这个是塑胶 它就跟机油绝圆 如果你不放软剪 把机油直接放在地上 它有些能量 就会跑到地上 这样浪费了 所以一定有些塑胶的东西 和它捉完 譬如这个软剪 去跟机油 或者如果你家里 是一个有地尖 塑胶的地尖 或者木地板 都可以 或者可以不需要放 但是放又稳定 如果你放在你的梳化 如果是塑胶 或者是木 就不需要放软剪 总之 同样的 如果你做的时候 最好 如果你放在床 或者是椅子里 椅子最好 就不是铁 铁 因为铁 它将能量粘在 它会抢走 生物电 好了 应用性如何 我先讲讲 开机 开了机后 它是准备的 它就还没有继续 正在走 它的制式 一开机 自动是30分钟 如果你想想 时间较久 每次可以按60分钟 但这个时间较久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只是60分钟 才会响机 才关机 我们建议 每一部分 做30分钟 所以我们建议 以30分钟为止 到了30分钟 它自己会关机 它就叩,叩,叩,叩 就会说完结了 那你可以做另一个部位 在另一个部位 才再按30分钟 开这个 开始 这样就开机 同样地 这里有个睡眠键 这个睡眠键 是什么意思呢 一按了之后 它够30分钟完结的时候 它就不能关机 我建议 你不要按这个键 由得去響机 提示一下 这部机已经完结了 你可以放到另一个部位 或是关键的 如果按下绿色的按键 它自动的所有能量都在输送出来 又怎样呢? 你可以先放下 这个就是超长电测能 它是每秒钟震动当事人 360次 一分钟来说就是3600下 其实它是做一个测试 一个铁珠放下去 每秒钟震动了300次 走7秒就停8秒 为何要停8秒? 让当事人休息一下 我们就拿开 第二个就是高电位 这个高电位是12000、16000和20000 这个是自动的 这个是手动的高电位 平时我们就不需要调调这个 这个是热构的温度制 它是25度、35度、45度 其实一开机 它就自动有齐这些分钟 但如果有些个别人士 身体可能有些异常的反应 怕它很敏感 有些制式可以暂时停止它 譬如超长电磁能 其实可以禁止它 哪些人士需要这个按针 先不要用 譬如有些人中了风 或者有柏金颂症 或者是老神经的缘 有些抽筋、中风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反应 会不会很强烈 我们可以关掉这个按针 关掉之后 它现在就不会震 我们再试一次 没有震 尤其是这个震 是刺激过神经缘为主 如果有些人说 怕它过分敏感 例如拍金颂症 我们试过有些个额 拍金颂症做这部机 时它震得震得比较明显 其实是一个调节的好转反应 但是它感觉震得太厉害 时未必适应 你可以让它做15分钟震一震 时就先关掉它 有15分钟可以不让它震得 又或者怕它过分敏感 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关掉这个按针 不要让它用超长电磁能 让它感受一下其他制式 几天之后再开 同样地 这个高电位 你可以教 因为它是行12000 16000 20,000 如果同样地 有些人反应也很强烈 比如抽速 或者震的时候也很强烈 你未必接受到 你可以让它开最低 按到这个 按到最低的帮子 这个是万二伏突 你开了这个手动 这个自动的就会关掉 可以用一个万二的电位 来感受一下机器 另一个就是这个温度 最高到45度 45度 我们通常做脚板也是45度 因为45度 脚板来说 可以承受到这个温度 而且是比较舒服的 但如果我们做腰部 或者小腿 或者臀部 皮肤比较薄一点 我们建议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35度 以35度为主 做皮肤薄的地方 就是腰部 或者是面部 头部 小腿 如果再按一下 按一下 就是25度 其实25度是不热的 因为空气也有30多度 所以我们建议一下 最起码都是35度 这个橙黄色的锯 以这个为主 如果当几个人都感受了 这个锯息 就受了没什么特别的异常 那我们就去回 所谓锯息 就是去回原始的状况 去回超长电线 那个自动的高电位 温度锯去回45度 最后我再重谈一下 这个超长电线 就是给一般 如果当时人 是有拍金送 或者中风 或者是老抽筋的问题 他的经验反应大 头好几天 就可以先关掉 如果没有这个状况 你不需要关掉 可以用 甚至可以让他做15分钟 才再关掉 都可以 让他慢慢感受 这个是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你应付当时人的反应 来调节 如果有稳定的 你可以先关掉 可以让他感受几天的其他电位 里面 还有一个刺激神经元的电位 叫做生物电 不过这个 它已经是开机 已经输送了出来 这个就不要再按 其中 这些高电位来说 其实它也是活化我们的细胞 神经元 软红外线的热灸 又令我们的细胞产生自愈力 它是一个复合的组合 令我们的细胞产生自我修复的机制系统 整个组合就是这样的 今天的介绍 用养生果高电位 就到这里